嘩 兒子 你看看 如果貸款廣告真是誇張 不用抵押單個App交資料 就可以超低息借錢 媽咪 我昨天聽到防騙說了 這些貸款App會騙你的銀行賬戶資料 然後再將你的錢從銀行戶口轉出來 網貸詐騙要小心 騙圖的手法層出不窮 如果在網絡上見到一些借貸廣告 又或者收到一些自稱借貸公司客服人員打來的電話 大家都要小心謹慎 千萬不要應他們的要求去繳交所謂的保證金和手續費 更不要向他們透露自己的銀行賬戶資料 以免受騙 另外近年高發的電訊網絡騙案 還有俗稱殺豬叛的案件 騙圖一般會透過交友軟件去認識事主 之後就會推介一些所謂穩賺必贏的投資項目 一開始會先給他一點錢賺 等他見到賬面獲利加大投資金額的時候 騙圖就會用不同的藉口拖延他套現 最終當然所有錢都拿不回來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輕易相信一些從未親身見過面的網友 更不要相信對方介紹所謂穩賺必贏的投資項目 最後還要提防冒充公檢法的電話詐騙 騙圖會假扮公安指事主涉及犯罪 向他展示偽造的刑事拘捕令 要求視頻辦案 又會以資金審查為由 要求事主將款項匯至所謂的安全帳戶裡面 總而言之大家要記住 如果在通話裡面涉及銀行帳戶密碼 驗證碼 要求資金審查 轉帳匯款 下載不明的手機應用程式 或者要求你開啓手機同屏功能等等 都應該要一概拒絕 並立刻掛線 一旦雨片 無論有沒有損失 都可以致電施建局的防詐騙查詢熱線 88007777 又或者打993報案求助 11.14 各項匯至四方 夕長 2022 2022 2022 2024 2024